第26届台湾国际韦式牌花莲大会师 11号下午是在花莲的日出香榭大道来举行 来自全国的韦式牌车主齐聚红油花莲 除了可以一览众多不同款优雅的韦式牌 也邀请各家知名排队美食和相关的机车精品配件 同时还有家福、闭市大等工艺摊位和捐洗活动 带着全台车主一起发起爱心活动 邀请民众到现场一起同乐 现场进行摩托车特技表演 活动报名超过了2000辆的车主 现场开放自由参与 预计将会有3000人次的参加 在活动的现场也非常欢迎花莲人一起来参与 县长徐振卫表示 这时隔20年的难得一件 大型韦式牌的车具 优雅风格在日出香榭大道 也成为了花莲难得一件的美丽街景 当振卫知道我们的韦式牌 以前是做我们的这个 火车还有坐战车 后来在二次大战以后 因为他的公司是在意大利 比亚九公司 因为二次大战以后 整个意大利整个基础建设 通通毁坏 没有办法再开大型车辆的时候 比亚九公司就开始想怎么样让 我们的居民更加的便利行驶 所以就研发出了我们的韩式牌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聪明锐质的公司 也是一个品质保证的公司 因为原来是做铁路 原来是做我们的炮弹和战车的 所以现在做摩托车 我想这就是一个产业的产业链 以及产业的发展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永佑 跟我们所有的车友 一起聚集到花莲 最漂亮的日出大道 而日出大道连接山与海 在我们的日出大道中 我想有非常多的难得的回忆 以及美好的回忆都在这里 经典的意大利美学 带领一个世代 又一个世代的摩登风情 也是因此看见 骑乘维斯牌的车主们 皆有品味的独特性 举止之间也有独特的优雅 这就是维斯牌车主们 在人群中 能够认出彼此相投的特质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吧